你们知道学佛人当中并不是非常的严肃 有的时候要认真学佛 有的时候要学弥勒佛 笑笑哈哈的学佛 看过寂宫菩萨没有 笑嘻嘻的旧人 好好的学佛 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 大度能容一笑敏恩仇啊 有什么可以难过的 一切都会过去 过去就叫没有 就叫past time 就是过去了 过了那就去了 拜拜 有一个人住酒店 住了酒店之后呢 这个姓李的 他一看房间里的一瓶矿泉水 居然要18块钱一瓶 这个老李在外面 买了两瓶一模一样牌子的 他只花了四块钱 他气得不得了 哎我买了两瓶只要四块钱 他就把酒店里的两瓶换下来 查房的时候也没发现 机智的老李 这个时候就是有经济头脑 九倍的差价瞬间到手 现在他喝着18块钱 一瓶的矿泉水 咕嘟咕嘟的 开心的快要疯了 没听懂啊 听懂了不了 你们如果连这个笑话都听不懂 你们要好好念三遍心经了 我们在人间 记住了 有时候占人家便宜 那叫聪明 今天跟别人做生意 哎呀我多赚你几百块钱 多赚你一千块钱 哎呀好开心 人家不跟你做生意了 你就失去更多赚钱的机会 智慧是什么 我舍 哪怕我今天亏本了 我也要跟你做生意 接下来第二单 第三单 第四单的生意就来了 你不是又赚了吗 所以智慧是计量 这个聪明是计量 利弊得失 而智慧是勇于舍得 希望我们大家都要舍 有舍才能得 所以叫舍得 还有一个故事 说的是有一个朋友 特别的抠门 家里什么东西 他都不舍得扔 什么东西都藏着 有一天 一个朋友到他家 他正好在洗冷水澡 冬天了 那个朋友说 哎呀 老哥啊 你咋了 这么冷的天 家里又不是没有暖气 你怎么洗冷水澡啊 这个老哥说了一句 让他终生难忘的话 他说 我们家里 还剩两包感冒药 再不吃 就要过期了 哎呀 你们开心 我比你们还开心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 现在的人家里 不到过期的东西 不拿出来送给别人的 对不对啊 所有我家里要多的不得了 人家生病了 都不肯给 马上要过期的给人家 人家说你家里不是很多这种药吗 没有啊 我留着 以后他生病还要吃呢 这不倒霉吗 这个 哎呀 时间关系不能多讲 否则 我今天本来要跟你们讲 这个五种 忍辱的法门 啊 这个来不及讲了 怎么办 明天又要开大法会 明天是一万 将近要一万五千人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的努力啊 你们要记住啊 这两天台长天天陪你们啊 真的 昨天晚上 有一个女孩子 我救她六个月 我说了 结果今天早上 那个身上的鬼就来找我 四点钟 让我头痛了两个小时 痛得想呕吐 而且进来的时候 先推我门 轻轻的头一看 我说 谁啊 跑到我房间里来了 他出去 结果他就掐我呀 后来 我一眼睛 把他弄出去 弄出去之后 让我头痛了两个小时 所以你说 救人能不付出吗 想一想啊 帮助别人 这么容易的 哎呦 感恩台长了 我这个动作 就是告诉你们 要救人 不怕牺牲 我们很多伟大的母亲 都是这样 为了救孩子 很多母亲 付出了一生 一样的道理 我们为了救度众生 就要学习观世音菩萨 牵手牵眼 救度众生 闻生救苦 有求必应 好了 我留着 下一次跟你们讲 你们下一次 还有缘分 跟着我 今天讲完了 下次 没缘分 怎么办呢 所以永远要留着 在中国年三十的时候 有一句话 团圆了团圆了 要记住 年三十吃团圆饭 家里总要缺一个人 如果哪一天 家里人真的全部团圆了 就有一个老的 要走了 所以要懂啊 什么事情不能远 留一点点 你一定会圆的 因为人间 没有真正的圆的 真正的圆 你们知道在哪里吗 你们都去过是吧 怎么又下来了呢 这么好的地方 上去就不应该下来 你们应该说 还没修好 又掉下来了 台长把你们一推 又上去了 以后跟我一起上去 想一想 百年之后 五十年之后 我们在哪里 都退休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人走了 到哪里 记住了 以后年纪大了 跟台长在一起 晚年了 一起修修心 念念经 喝喝茶 拜拜佛 以后一睡觉 到天上去 见观世音菩萨 大家开心不开心了 我经常跟你们讲的 认识一个卢台长 至少不管生什么病 不要害怕 海长 人家医生 治不好的病 你来找我 如果医生治得好 好好看医生 医生治不好的灵性病 我能帮助你们 要好好念经 好好学佛 要相信 菩萨真的在 你们一定要好好努力 等到晚年了 不管生什么病 只要你好好念经 菩萨一定会保佑你们的 大家相信不相信啊 都是好孩子 好好念经 听得懂吗 那师父现在手 给你们扫一扫 你看看你们手热不热 热不热啊 给你们加持很多 好了 收回来 不能太多了 大家舒服不舒服啊 以后我们年纪大了 对不对啊 天天念经 天天学佛 天天在一起 你说五十年之后 三十年之后 我们都退休了 没有什么事情了 大家就是一个事情 好好念经 学佛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什么都不要想了 好好的活着 对不对啊 热不热啊 热不热啊 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我给你们的 我现在把观世音菩萨请来 再给你们加持 现在知道师父厉害了吧 我昨天 你们有没有感觉 昨天请观世音菩萨 给你们撒了曼陀罗花 所以你们这两天特别开心 没有什么烦恼的 开心的在天上一样 好好感恩观世音菩萨 要对得起人 活的一辈子 要对得起人 要对得起菩萨 要好好念经 对得起自己一生 没有白来 要多做善事 少做坏事 多行善 多积德 看见动物也要怜悯 看见苍蝇要赶走 听得懂吗 好好念经修心了 好了 我们明天见了 很开心 希望永远跟你们在一起 希望大家好好学博 什么都不要担心 我可以告诉你 过去的事情就叫过去了 好好地迎接明天 重新做人 以后人越做越好 每个人都爱你们 每个人都像你们的亲戚朋友一样 你还怕谁不会照顾你们 还怕谁不会关心你们 想一想 不要说菩萨了 就在人间你做好事 大家都会关心你 爱护你 众善奉行吧 诸恶不作吧 好 明天大家早一点来 因为有很多人会过来 大家多度众生 我们这个印尼明天 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我们的这个那些 我们的众生啊 都会过来 听这个我们师父的开示 师父也会请 明天请很多菩萨过来 给大家加持 谢谢大家 小门在 谢谢大家